你好,欢迎来到复杂科学前言课,我是张江 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讲到 复杂系统能出现各种特殊现象的原因 不管是相互作用,还是连接模式 视角都更侧重个体 我们这一讲要说的内容 需要你转换一下视角 侧重在整体这边 在讲述具体的内容之前 我们先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你看到一只蚊子落在你的胳膊上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你可能会说,还能怎么做呀 赶快,很准稳地打上去吧 你打完之后,胳膊红了一片 可能还有点疼 打蚊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场景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有点奇怪 你的这些细胞是你肉身的物质基础 按理说,你的一切行动都应该 对这些细胞有利才对 可你打自己的那一下 导致了胳膊上大量的表皮细胞死亡 这些细胞构成的整体,也就是你 为什么做出了杀死个体细胞的决定呢 其实,我们脑子里有一个 根深蒂固的认识 这就是个体决定了整体的特征 比如我们怕火 是因为我们的细胞怕火 所以细胞组成的我们当然也怕火 但在打蚊子的例子里 这件事情反过来了 是整体在决定个体 我把这个现象叫做复杂系统里的因果倒置 按我们的正常认知 原来有了个体这个因 才有整体这个果 但现在个体和整体的因果决定关系 完全反过来了 在生物界和人类社会中 就有一类很难解释的现象 比如蚂蚁抱团过河 总有一部分蚂蚁垫在最下面 为什么它们会牺牲自己呢 还有比如 有人统计过 战争期间 新生婴儿中男婴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为什么生男婴和生女婴的比例 会受战争的影响呢 这些现象都能从这个因果倒置的角度 来加以解释 这一讲 我们就从因果倒置的角度 说说整体是怎么决定个体的 要理解因果倒置 让我们从一个例子开始 在美洲大草原上 有一种浑身赤红的蚂蚁 叫做活蚁 活蚁的个头并不大 但它们有一种 让人类都赞叹不移的本事 当活蚁遭遇河水拦路的时候 就会主动相互抱团 形成一个紧密的蚂蚁球 滚过河面 蚂蚁多的时候 这个球可能包含了十万多只蚂蚁 如果河面过宽 那么蚂蚁球呢 还会慢慢的摊开 形成一个扁平的 大概只有一两只蚂蚁那么厚的 阀子 整个蚂蚁阀会漂浮在水上 横渡这条河 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吧 你想啊 无论是组成球还是阀子 总会有一些蚂蚁浸泡在水里 充当垫背的 而更多的蚂蚁呢 就会因为它们的存在 而延续生存 可谁又甘愿成为那部分 在水里浸泡的蚂蚁呢 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 人们一般习惯 往个体身上去找原因 比如有人就提出说了 甘愿垫背 这是蚂蚁的利他行为 那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呢 那是因为蚂蚁在长期的进化中 形成了利他性的基因 但到底有没有这种基因 我们目前并不知道 所以这只能是一种解释的角度 而且把生物的一切行为 都归因为基因 基因就成为了一个万能的解释 让人习惯于发现什么新问题 都挂上这个旧答案 这会阻止我们探索 其他解释的可能性 复杂科学找到解释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忽略蚁群的存在 可能是蚁群操控了单个蚂蚁 让一部分蚂蚁甘愿牺牲自己 蚁群这样一个整体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 完全独立于单植蚂蚁而存在的生命体 在生物学上 这样的群体就被称为超级生命体 蚁群只会单植蚂蚁 就像你控制你的手臂一样 当我们从整体的角度看的时候 到底是这个基因 还是那个基因影响了蚂蚁 就不重要了 不知道这个因果倒置的现象 有没有让你感觉到有点熟悉 在前面的课程里 我们介绍过涌现的现象 很多个个体凑在一起的时候 展现出了单个个体没有的特征 比如 明明是单细胞生物的年菌 却可以搭建出东京周围的交通路网 活蚁的例子 其实比年菌的涌现现象更近了一步 它向我们展示了 整体不仅有不被个体所约束的特征 还可能反作用到个体上面 做出对一部分个体不利的决策 但我猜你心里一定会这么想 这种思考方式科学吗 当然科学 其实这种思考方式不仅科学 还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 叫做统计物理 我来举个例子 说说统计物理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我们都知道 一间屋子的空气 是由大量的气体分子组成的 假设我们拿着一个 能看到分子的超级放大镜 来看空气 就会发现里面的气体分子 在不停的混乱的碰撞 那我们现在有个任务 要预测这个系统未来的行为变化 该怎么预测呢 你可能会说 思路很简单 每个气体分子就像一个小球 每个小球都符合牛顿力学方程 那就为每个小球都建立一个方程 最后再把所有的方程集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整体行为的预测 但很快你就会发现 你不可能预测这个气体系统的长期行为 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沌系统 前面的课程里我们讲到了 混沌系统就是即使你知道系统背后的运行机制 你也没办法预测它的长期行为 就比如前面我们说过的三体问题 我们虽然知道三个星体之间 有万有引力的相互作用 但却没法预测它们的长期运行轨迹 那怎么办呢 物理学家们会选择切换视角 他们不再基于细致末节 而是站在了整个气体的宏观视角 把气体的性质抽象成了温度 压强体积等宏观的物理量 这就是统计物理的解决思路 虽然这样做会忽略非常非常多的信息 但是这么做物理学家们 不仅能够找到精准的方程 来描述这些量之间的关系 还可以预测下一时刻的温度和压强 预测的问题从完全不可能 变成了可实现可操作 你看温度压强这些物理量的提出 其实都是为了简化 描述大量分子的运动状态 你能说温度压强都不存在吗 当然不能 它们和分子一样是真实存在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就不难理解蚂蚁和蚁群的关系了 尽管我们还没有推导出蚁群的统计物理理论 所以没办法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去研究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个蚁群的状态 其实就像温度压强一样 是一组宏观量 它们是在忽略了大量微观蚂蚁的信息之后得到的 和气体分子不同的是 这些宏观量会反过来作用到个体的蚂蚁身上 这种反作用 当然也是对大量物理化学过程的简化而概括出来的 这就是从整体到个体的因果倒置 从个体的因只向整体的果的箭头被倒过来了 在我看来 这个视角的转换是非常不平凡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打破了一种我们熟悉的思考方式 在碰到难解决难理解的问题时 我们习惯于拆解问题 就比如我们前面提到 我们怕火是因为细胞怕火 这种把整体还原回个体的思考方式 就叫做还原论 但是如果你非常极端的相信还原论 认为个体完全决定了整体 那其实有可能会陷入这样一个误区 就是忽视整体 认为整体就是不应该存在的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非常极端的相信还原论 那么打蚊子这件事 在你看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你的视网膜接收到了蚊子的图像 传递到脑神经系统里面 导致你的脑神经系统细胞在放电 这个放电就触发了一个电信号 传到了你的手臂上 控制你的手臂肌肉进行收缩 于是你做出了打蚊子的这个动作 这就是完全还原论的视角 你想过没有 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动作主体的你在哪里呢 整体的你被完全忽略了 而且这么描述起来很麻烦吧 为了避免这个误区 也省掉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就把这一系列的微观事件 归结为一个整体 这就是你这个肉身 然后再把微观上这一连串的事件 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动作 你伸出了手 打了蚊子 就这么简单 好 一旦我们有了这种 从整体到个体 因果倒置的视角切换 掌握了因果倒置的原理 我们就可以用它 来解释其他的现象了 比如 为什么战争期间 新生婴儿中男婴的比例会更高呢 传统的解释 会在基因层面绕来绕去 说这是人类基因的一种神奇的特性 如果一个男子有更多的兄弟 而不是姐妹 那她的后代生男孩的概率就会更大 然而 为什么人类的基因会有这种神奇的特性呢 答案是不知道 既然传统解释行不通 那我试着从社会系统的因果倒置的角度 来给出一个新的视角 整个国家是一个超级生命体 那么 每个人类个体就是它的一个细胞 在这个超级生命体当中 最理想的情况是 男子这种细胞和女子这种细胞 各占50% 过分失衡了 超级生命体就有可能死亡 而在战争中 超级生命体损失了大量的男子细胞 于是 为了达到男女的再平衡 超级生命体就会让新生儿的男女比例 发生微妙的变化 让男孩出生得更多一些 也许你还是觉得这种解释很牵强不科学 什么样的系统可以被看成一个有生命的整体 从而影响个体呢 我们还将在第二时刻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好了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微观个体会决定整体的性质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形成复杂系统之后 整体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微观个体 这种现象是一种从整体到个体的因果倒置 倒置的因果箭头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我们站在系统的视角 可以忽略大量的个体细节信息 从而提炼出宏观状态 宏观状态和因果倒置是复杂系统中一种涌现的结果 它可以为我们解释身边的很多现象提供全新的视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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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